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太阳盛的老师一起聊聊天 我这几天有一个经验我想要和老师分享 就是有一天早上很早我就去买早餐 在早餐店的停车场呢根本都没有人 那我一到停车场下车我就发现也有一个妈妈 她跟我同一个时候下车 那我们两个刚开始脚步都差不多 后来呢因为我走路很快 天生的走路就快 那我就发现怎么她在跟我比赛了 我也没有想太多我也没有要跟她比赛 我还是用我的方式走 就我就发现她一个箭步就飞上来了 然后呢她就冲上来以后好像要撞到我 我就必须停止让她过去 然后呢我就发现原来她就是要比我更先进到店里面买东西 那我就很纳闷了店里面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LINE 你急什么人我就排在她的后面对这个人无比的好奇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就等她呢转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到她的面相 然后我就感觉她是苦相 就是她的心里跟她做的事情是match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想跟您讨论 就是我也有时候觉得人 他这个苦跟他这个行为 就是你怎么做你就是成一个什么样子 You are what you create 你的个性是这样 然后结果你对这个人啊面貌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很苦的样子 那老师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不就是经常我们讲的面有心照吗 那你刚刚讲说她在走路从停车场 好像旁边要人家跟她抢 然后这么样的急着进去想买东西 你想想看她从下车走路到那个店的这一段 她的内心深处是在想什么 说快点快点快点不要被人家抢第一 所以她就处于一个不安的情况下 如果她的生活里面每天的多少段落里面都是这么不安 影响了她的内分泌 影响了她身体的循环 久而久之你说她的面相怎么不会表现出一个苦 或者是不安的这种面相出来 所以面有心照她这个话是很科学 你是怎么样的去处理很多的事情 所以产生的这种能量 或者是影响到你身体里面的循环 久而久之她就化作成一个结果 那面相就是第一个表现出来 你刚好遇到了这个人 所以你马上可以做对照表 很不错 好像学到一个功课一样 那我真的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个性的一个想法的一个人 她在日常生活中 她可能每天买菜或者是接送小孩或什么 她都是以这样子的心 那真的是很累耶 不只是很累 其实她是这样自己折磨自己 她也许觉得说 你看就是我刚刚下车想要走第一个 所以你看我想买东西 果然抢到 就像你讲的 又没有人 你抢到又怎么样 就算有人 你这样天天跟人家抢 人缘会好吗 大概也不会好吧 人缘不好 或者是行为让人家看到指指点点的 你想这个对应到他自己的生活上的这种 遇到人的应对进退 也会有影响吧 本来人家可能想要多对他好一分 就一看是这个样子 可能人家就尽鬼神而远之 所以有的时候啊 就是说 你觉得你自己聪明 其实最后失去的最多 憨厚一点 实在一点 吃点亏 让人家占点便宜 你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时候 反而天功疼憨人 那我想这个社会 现在的人呢 在这个红尘中 往往都是因为要保护自己 所以尽量的想到 我怎么样去 就像他 跑第一个 或者做什么事情 能够有利于自己 怎么样 还是给自己 等一下可以面对 自己的时候可以交代 所以就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事情就在自己在盘算着盘算着 但是我经常在讲 你怎么盘算 如果天地不从你这个决定 最后怎么弄 也是徒劳无功 那你说 他下车在很用力的走过去 很用心下车第一名 平平顺走道还不错的 万一走的时候太急了 半一跤 不然是要买东西的 东西没买 还带着伤回去 这种人有没有 也有啊 就算很多种可能性 所以安然自得 是一个人修为的基本 如果一个人修为 连安然自得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就是假修为 那么争奖之间呢 又会帮我们在未来 货福之间呢 先买好的预售票 所以有的人 就像你刚提到这位相见 转过来 这个脸是这么苦 这么苦里面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他有无数的故事 还有无数的问题 那在这一刻 他可能还是在枷锁里面挣扎着 我们真的放眼望去 我们的社会 像他这样子的人多吗 或者你看有些人 他20岁30岁的时候 面相看起来还是个 天真无邪的年轻人 但是你再看他 40岁50岁60岁的时候的照片 你一看 就好像是判若两人 像这种情况有没有 一大缸子 这代表着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命有心照 那你要选择哪一种面相呢 那就自己选择 但是有些人因为他的逻辑 从小的环境 也许让他不知道 他现在所选择的 不是那么圆满 但是往往他不知道的时候 等到他知道 又是要付出代价 那这就是我们经常来讲的 你可以常常接触 好人好事 好的知识 好的团体 那你所得到的 就比较容易是 在好字上 缘分深一点 要不然就刚好相反 那这个 每一天我们的金鱼良也是活到老 学到老 要学什么呢 应该学大前提 当我们有好坏之间可以对照的时候 我们很笃定 究竟自己要学哪条路的时候 你说做的 就不会为你 在这一刻做下去之后 又产生无限的烦恼 那像刚刚你说 他一下子就好像给你在比赛这样走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建设性的想法 你可能就觉得说 你跟我比 那我走比你更快 可能你像在那个门口打起来 对 这样子 我们刚好就说 借这个事情再讲一个道理 其实 社会上有多少争执 就是长这个样子 不管是大事小事 争到最后 就算真赢了 就算他真的进去买第一个 又怎么样 如果是买个面包吃下去 能够消化才最重要 他这样跑跑跑 全身紧张 细胞也在处于那种 紧张焦虑 怕是跑输了 等一下买了面包回车上赶快吃 因为等一下上班 吃吃吃吃吃完 就不吸收 你的细胞在处于紧张状况 不能吸收 那你跑那么勤去买 然后又跑回车上 又那么紧张地吃 那你所求为何呢 但是一般人看不到这里 一般人只看到 他的诉求 那急胸或腹之间 就是 你能不能是一个明眼人 去检视自己的行住坐卧 分分秒秒 这个是比较 我们可以朝这方向 给自己自眠的一个功课 老师 刚刚您提到分分秒秒的置信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效 因为我觉得 好像从我刚开始 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我刚刚开始 试着这样做的时候呢 还不是很熟练的 一下子又飞掉了 因为不会常常这样子 一直审视着自己 可是到现在一阵子以后呢 我觉得在看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 越能够这样子 能够跳进来 赶快看看自己讲的话 在做的事情 有没有是到位的 就会比较简单 真的是要练习的 练习也要有心啊 有些人说 对我想练习 十年练一次 有用吗 没有 或有些人只会说 不会做 或有些人只会在人前演的 跟真的一样 背地里 可能比那不练还差 那这些种种种种 最后呢 就自己要买单 那是不是你可以买到一个好的票 去好的地方 还是 你在人前的假象 让人家以为你准备要 到好的地方 你身上有这张票 那最后是不是真的能去呢 那结果怎么样 谁也怨不要谁 都是自己的决定 老师您知道 后来就这个小姐 这个太太她 买银饵给她先 可是那个餐厅 她把我的东西先准备好 我说我先拿到 所以呢我就先拿了 我就先走 那我心里想 这真的是 人在不如天生 你蒸了半天 可是呢 你在蒸什么呢 然后还沾沾自喜的觉得说 我讲赶快赶快拿了 然后赶快去做别的事 但是冥冥之中 又怎么知道 后面的第二号 order的客人 厨房可能看错单子了 先从第二号的order 谁做呢 耐人寻味 耐人寻味 这种也唯独自己 有过这种经验 你才知道说 真什么 你求什么 你没有和于天心的做 最后一切是空 不但今生无望 来世也免谈 那这些东西 决定全是谁 自己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最现实的事实 最后还是自己要吃下去 谁也没办法帮你 那是不是真的是 未来的你自己在烹调的那块好吃的饼 你真的可以吃得下去呢 真的是那么美味呢 自己知道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 大家都讲竞争竞争竞争 弄得大家都是 好像你也这样子 我也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好 你争到了眼前的一片 这一个小块 其实你失去的更多 所以好像我们人真的是要往长远的未来 长远的来看这一切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很重要的 今天很谢谢老师给我们的教导和教诲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